台中有一位誠信婦人被網路投資 詐騙損失五百萬元 報案之後警方將計就信 要婦人與詐騙集團再聯繫 加碼說要投資一百五十萬元 約定面交 官員成功釣魚成功 警方在附近埋伏 活捉了兩名車手 婦人在咖啡店與男子碰面 假裝交付投資款項 男子拿走錢袋 起身離去 這時埋伏在旁的兩名便衣 遠近 隨即上前抓人 讓他措手不及 男子坐在椅子上一度掙扎 不願配合 雙手被上扣 而另一組人馬也到咖啡店外頭 抓到了前來接應的車手同貨 原來這名成信婦人在網路上遇到投資招攬 損失了五百萬元的退休金 財經絕被騙 報案後警方決定將計救計 請婦人跟詐騙集團聯繫 再加碼投資一百五十萬元 要求面交款項 果然成功調出車手 警方則於面交地點旁埋伏 順利逮獲兩名車手 兩名男子當場被逮 搜出兩支手機 現金四十七萬九千元 全愛醫涉嫌詐欺洗錢防治法移送偵辦 即日賽隊洋洋集 台中報導 請回到這次 esf� 請安靜 您按下 請回到一陰